巴拿马宣布与中国建交总统府表示 将重新评估两岸情势 社长关注是否影响外资对台股的风险评估 不过今天的台股主要还是受到 美国科技股星期一蓄跌的影响 今天开盘扫跌后 在电子、传产、金融股都有全职股大将 单兵点火带动 月线明显成为强撑 收盘上涨18点 收在10,128点 成交值新台币794.33亿元 另外新台币汇价今天开低走低 中场以30.227元对亿美元作收 贬值5.1分 汇价连六贬并创下一个月来的新低